缅甸的曼德利机场是国际机场 由香港要经泰国才去到曼德利 而来回机票是美金五百元 我们坐内陆机飞半小时 由曼德利Airport 去到黑豪Airport 单程票价是美金一百元 我们的导游接了机 车行半小时 去到湖北边下船 在山上的庙子 我见得多 在湖边的很少见 这一间相当威煌 这庙庙最独特的地方 有五个佛像 日子内 那些善男信女 天天来贴金叶 贴到那个佛像都变成型 每个继续痴 一样更高兴 这位导游 醒目了 一早安排个渔夫 让我拍照 他们的船艇很独特 金鸡独立 用一只脚去船 另一只手 可以空出来 拿着鱼网 他们见到水有气泡 知道水底有鱼了 所以用竹笼吸着它 然后 甚至捉入海底 乱返回 吓那条鱼了 那条鱼受惊 乱返走 于是被网在旁边夹着 这次吃炸糊 什么都捉不到 无所谓 让我和他拍几张照片 先 其实现在的摩登鱼夫 都是用泥龙网的 那些竹笼只是做示范 这个湖底很浅水 他们很容易 拿到湖底的草 用来做流动花园 这里的屋 用本地出产的柚木做的 所以不怕被淡水侵蚀 我们来到湖上面的工厂 看村民积报 这里有些妇女 带着十多二十磅的颈箍 这个风俗才叫做靓 这些金属是实心的 日子内 脚头骨都沉了 颈部就长了 于是 他们又加多些金属 颈部就越整越长了 有些小妹妹 年幼就戴颈箍 看样子 他们好像没什么抗拒 最大的好处是 他们可以拆出来 休息一会 喜欢 就又是带回他们 这些手绩的布料 当然比机绩贵贵 花时间 既然这么独特 找姐姐拍些漂亮的照片 先看 这个阿嬸 码头揮雷送别 认真唱情 那 有什么 可以再一些 发生的 到 予温 好了 下次 你看这些植物多丰富 这就是这个湖最独特的地方 叫做浮洞花园 这里的种植很有规矩 一行行地留在水道 是给船仔行的 那两旁的植物是种蕃茄 蔬菜 米 这个湖本来有45平方厘 谁知在这20年内 他们建了很多浮洞花园 来种植食物 于是面积少了33% 这个湖还有很多浮瓶在里面 这些浮瓶挡着太阳 抢走氧气 影响到淡水鱼的生态 这种浮洞花园是没有泥的 这种浮洞花园是没有泥的 底部是靠海草继成的 营养是靠湖水来供应给它 为了不让它走来走去 于是用长的竹枝 在湖底固定它 接着我们回酒店了 原来这间酒店在湖边 要经过一条长长的水道 才去到的 真是够气势了 这里有两道水闸 那一船大步南哥 那个水闸挡着水波 没有风的时候 平静如镜 有倒影 影真好看 那些游客参观完湖 逐游回酒店休息了 我们的房间是最逗泥的 成为144元一晚 但是这间房间也有六七百尺 这就是酒店的饭厅和写字楼 靠近湖边的独立屋 有些河塘相隔 很骨子 那当然是贵点 成为一百九十元一晚 最贵的就是第一排 没有左隔的湖边别墅 每晚224元 这里是酒店第二间餐室 在井澳湖边 对着艇仔的出入口 在这里看日落 就一流了 你最后一都会得到 别增加用它 所以是的 全部只爱不帅 那个黑洞 都会送到 里面不来的 是 最后一遇来的 可以吧 来 接着我们来到湖边的市场 围着湖边有五个市场 天天轮住开一个 所以如果你在这里玩几天 天天都有新鲜感 我会在这里玩几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